大家好我是瑋恩 今天要為各位轉播的是天地對戰 由來自 塞爾維亞選手OGDout 對上來自法國選手Babaroom 那雙方文明是緬甸對上敗戰停地圖是阿拉伯 這是一場2400分的對局 那雙方文明 快速介紹一下 緬甸 伐木效益 伐木科技免費提升 然後隨著時代升級步兵的攻擊力免費加1 然後還有修道院科技 潔眠 你可以把他算成是一個步兵祭兵生女文明都可以 然後他有一個強勢的寶兵叫飛鏢祭兵不過經過很多次的下修 基本上現在飛鏢祭兵 沒有什麼人出 這一盤會不會出不知道 因為對手是敗戰停 那飛鏢祭兵是還蠻怕 攻兵系的 所以這一盤緬甸怎麼打敗戰停不知道 那敗戰停的話現在目前我把他排為 阿拉伯的前十文明 包含像中國的第一選手Mr.Yo 很喜歡用這個敗戰停在打阿拉伯 那敗戰停的牆這邊我們就不再多介紹了 他就是便宜戰矛 然後血量建築物加成便宜的帝王 對於空兵操作來說不是那麼的多 只要你有觀念 敗戰停基本上不會玩的太差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然後他的修道運也是科技全滿 團隊加成補血效益提升 等等的 外戰停都很不錯 再者他還有這個非常強力的寶兵 盛騎士 專門在刻步兵的 那緬甸剛好也是一個步兵文明 所以緬甸人這一盤怎麼打 看一下道德這邊的對應 那地圖一樣這張圖哇這四個高地 一看第一印象就是不是很好 然後這邊是四人防務配置 呃爸爸Room這裡也是圖不是很好 尤其是主經在這個位置非常的醜 然後附近在這附近在這完全就是一個需要打強軍事的地圖 不太能歸 道德這一盤也都是 圖真爛圖真的爛 我最近開了幾個阿拉伯的地圖 好像又回到2021年的那種爛圖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我不知道 應該是沒有特別改動但是 這幾次做影片 在我的觀察好像很少看到那種 平坦式的這個阿拉伯 我嚴重懷疑這工程師是有微調還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反正 這一盤也是一個 看起來是比較偏需要打強軍事 不太好防守 可能很容易發生漏洞帝國的圖 OK那現在道德這裡是末防 沒有軍營 然後 巴巴潤這裡是先軍營 先軍營 太戰先軍營要打棒棒開 打棒棒那有挖一趟金嗎 目前沒有出二名兵 OK出二名兵 原本我自己覺得道德會打民兵開 因為我覺得打那個當毛垃圾海 出裝甲去接 不錯 我來看一下道德加上免電是攻擊有加成 看一下道德怎麼打 我沒有打黑塊 這邊是兩隻民兵 然後這邊拜暫停 這次我很早就過來看了 我邊打還在那邊邊嘴 我邊聊不是邊嘴邊聊 OK那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這兩隻棒子 哦呦三隻棒子 三隻棒子 再一隻老虎 哇這個棒子沒什麼屁用 然後道德這邊有看到 這邊小微小微小微 那這邊道德有兩種解法 第一個就是上來小弓 第二個就是出肉碼 大概有挖黃金 出軍營 哦這也出民兵 用民兵解也可以 或是自己 哦這邊TC射了幾下 或者是這個民兵過去RAID 哦這邊有守住 而且這邊 已經有一隻民兵葛屁了 三民兵跟二民兵的差距 我覺得在於說 二民兵 就是 黑暗過來 亂一下 當然你有死存就虧 三民兵的話就很值得去投資 就是這個裝甲上去 這個研發科技上去 二民兵騎手的話 你可以直接估計他沒有要點 裝甲步兵 還要看那第三隻什麼時候會出來 因為那第三隻 普遍就是 有沒有在後續挖一趟金 然後帶來你家 那這時候你的偵察 就非常重要 那像道德這一盤 他就是有偵察到 加上爸爸潤 他撞到老虎 所以整體來說 爸爸潤這一波 打得不是那麼好 其實裝甲開局 血友很深 而且控制力要很強 控制民兵的同時 你還要刺口去卡村 你其實真的要玩得非常好 非常的難 這邊點出裝甲 道德的三民兵 轉過來要打爸爸潤 潤潤這裡 圖也不是那麼優 然後這邊這一村 已經卡到 但是裝甲 來不及過來 可惜 那這邊 把潤 弱小微 這個這個主金其實離T是有點近 不太好砍到人了 這邊應該是不會怎麼樣 倒特一直卡在這個地方 他沒有去別的地方 他就卡在這個金 然後這邊射箭場 然後這邊局部小微 這兩隻民兵現在沒有屁用 然後沒有挖黃金的情況下 要再去點到那個裝甲步兵 又是有點浪費 加上自己是敗暫停 上來直接毛兵 倒也無所謂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倒特的基本功 被民兵開局亂了一波 他沒有閒置村民 很猛 OK這邊裝甲一樣做騷擾 一波交換雙方都沒有什麼虧啊 OK 敗暫停的局有些會打得很沉悶啊 有在跟我比賽直播的觀眾朋友應該就知道了 所以我這一盤 局部看局部看 重點觀察 這邊敗暫停小弓出來 那看一下誰先有一擊射 這邊一隻小弓出來解後面 這邊毛兵已經抵達 站在這裡 但是又一隻老虎 老虎進來咬村民 這個 這個封建時代 想快轉很正常啊 因為敗暫停的局就是這麼無聊 等一下又是大量毛兵呢 好 撿出一擊射 那這一盤 我覺得倒特封建不能待太久 因為打敗暫停你如果跟他打個毛兵打毛兵 你加上緬甲 等一下這個 後期也不太能打 整體來說 不然就要打個大封建 再轉一個漏嘛 然後 ALL IN上去 可是 敗暫停他就是 每出一隻毛兵他的 CP值就比你多一點點 那你要怎麼打呢 這文明就是這麼無賴 這邊把潤點輪軸跟一擊射 這個看起來是吃不上去 這邊 圍了房子 那之前HERA有介紹到 快暫停怕的是雙黃金兵種 強力陣容 洗臉他一波 也是 常常在講的 他是怕一波流的 文明 他滿200匹 你滿200匹 你一波衝刺 他兵死掉 補兵不上來的時候 就是他的弱點 不過這個弱點是我覺得不是那麼的大 尤其是在新 新手局跟中手局 在那個高 就是大後期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掌握那個遊戲節奏的時候 你就一直打消耗 控兵不是那麼好 敗暫停控兵就擺在那邊 你很難打 所以為什麼敗暫停 在過去的比賽都會看到 他非常 非常優秀 道特這邊挖石頭 打飛鏢祭兵 如果是要打敗暫停要強力兵種的話 打飛鏢祭兵倒是可以是可以 但是 這個玩意兒還能出嗎 不知道 我靠道特 每次都有那種 其實老實說這一盤 除了飛鏢祭兵以外 我能想到的就是騎士線 加生旅 去打 敗暫停 城堡時代 攻兵加騎士 直接打敗暫停 城堡 但是道特現在是挖石頭 跟我想的 是不一樣 那等一下來看一下道特怎麼打 恩 飛鏢祭兵怕射 但是數量起來之後他還是跟以前一樣可以直接貼上去吃弓兵 自己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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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上去 直接顏色他 顏標他 我在他臉上直接甩飛鏢 那飛鏢祭兵也是會死 但是現在道特要如何 把那個量纏起來呢 這是一個問題 我來看一下 37吋打40吋 恩 這邊你出毛兵 道特也出毛兵 寶寶倫也出 就是毛來毛去 這邊有一對小弓 但是這裡已經死為了 這個奇襲是 沒有成功的 然後 寶寶倫這裡 毛兵前面出的比較多 上來了比較晚 加上 三隻裝甲跟 兩隻民兵 三隻民兵 道特亂得更久 整體的流程 前中盤 道特很快的就到城堡時代 那個銜戒是非常好 然後成功開了一個 寶 而且道德沒有尾 他其實沒有真的尾 我這邊開了一個寶 成功化解他自己地形 比較不好的 烈士 再開了一個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 對於打飛鏢祭兵非常重要 就跟你打西班牙征服者一樣 這些昂貴又 強力的寶兵 你基本上控制好殘血的拉回來 都是要補血的 都是要補血的 所以那個生旅 修道院補出來 我覺得沒有問題 加上緬甸生旅 看等一下還沒有其他牌可以用 那這邊敗戰艇一如往常的就是這麼多的毛兵 多到甚至我覺得已經出太多了 這個巴巴潤已經overreaction 這個在其他文明裡面是不會看到這麼多的毛兵 太多 太多 出太多 好這邊 我嚴格說法論 不是那麼優 但因為是敗戰艇 稍微彌補回來 這邊有一對弓兵 奧特有抓到 這邊沒辦法做出傷害 然後這邊開了個 這個TC也是 不知道怎麼講 這個位置很爛 已經在第五邊邊了 但是這都是高地所以 就先不說 法論這裡是2TC點彈道血 看到這個 寶兵出來點彈道血用弓兵壓制可以 現在這裡有五隻飛鏢忌兵過來 可以直接秀掉 來看一下這邊 我這邊沒有要過去嗎 到底 2TC打2TC 等一下你還要一個馬舊 把這個機體點上來 哇真的是 自相殘殺 痛 哇這點很舒服 全倒 爸爸論這裡 3TC 彈道血 二級射 二級防 彈道血 打戰毛封兵 這OK 道德趕快3TC 馬舊 此時還沒有開 我雖然覺得前中盤這個目前看起來 敗戰點不是那麼優 因為他那流程 那毛病有點出多了 道德根本就沒有要打他 那我就有點過度反應了 出關的時間會比較晚 敗戰點 嗯 56升打52 戰毛 弩兵 彈道血 弓兵線 機體 城堡 該有的都有 那現在飛鏢機兵 怎麼辦呢 這邊開馬救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飛鏢機兵到底行不行 道德 真的是 戰術大師 你跟Mr.又那風格 戰術很多 來這邊看一下 八隻 一波 呃 這一波沒品種 拳子 哎 飛鏢機兵醒目 我們現在好像 那個涼涼了 其實數量不夠多啦 數量 Ventures有一陣子 前陣子在玩的飛鏢機兵 他說這個飛鏢機兵還是很強 我認同他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飛鏢機兵還是不錯用 但是就是你要怎麼把他的量纏起來這是個問題 飛鏢機兵只要量一起來那很可怕 現在問題點就是量不夠 九隻 這裡再一個高地寶 這個寶很重要 因為都是高地 都是高地 我覺得道德原本可能想要打這個飛鏢機兵 除了 想要試一下以外 只是他的圖真的是很差 直接挖兩個寶 守住這個高地跟這個前線 整體來說 這個戰術是可行的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城堡打不動 那你飛鏢機兵如果你量纏起來對手萬一又地塊上來三級射 飛鏢機兵活得下去嗎 我們看下去 這邊 巴巴潤上來要RAID一波看到這個城堡往後退 這一波有品種 12隻 現在要RAID嗎沒有回來回馬槍 這一波看一下 這次可以嗎 上高地 射 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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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吃掉了 哇吃掉了 哇吃掉了 不要雞兵 吃掉了 這個數量的差別跟機體真的是跟犧牲一樣哦要點要點要點 哇靠 這個這個品種跟非品種差很多但是敗戰點帝王我的天4TC 好阿倫明明這一盤我覺得前中盤不是那麼好 但 他還是點帝王 因為道德沒給到壓力 你再續起來這一波之前他已經益帝王 那現在道德怎麼樣給壓力呢 你現在不處理點 哇這一波巴巴潤 送頭一波 這一波就算送了 巴巴潤 巴巴潤 打緬甸 打緬甸就是這樣 會有被snowball 打西針也是 強力寶兵 遠程系 有幾個 王者 蒙圖 西針 還有這一隻 還有berber 你給他一波灌倒之後那個數量不成對比你小心 尤其是西針跟這個飛鏢機兵是最最明顯的 他們都是 依靠軍事維生不是依靠經濟維生的 你你小心啊 不要玩一玩沒兵啊 現在4TC經濟是不錯不錯 但是 村民沒有道德多 然後有三移基了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搞這個嗎 可以上個10場 這一波看起來就是要被吃掉了 基本上 來貼上去 交換一波 交換一波 哇吃掉了 又吃掉了 哇 拜暫停真的是怕一波流耶 怕強力的 哇道特 飛鏢機兵品種一上來 拜暫停 真的是 沒辦法跟你打 一波流不行 他需要長時間魯霄輸出 一發大的他不行 我現在在下這個什麼木牆 寶寶倫一次沒有把那個 弓兵集中到最大 沒有帶僧侶 吹一下 這一盤 拜暫停 沒看到僧侶 我覺得 寶寶倫應該是3TC 僧侶加攻兵線沒有問題 有僧侶在後面吹 飛鏢機兵手短 被翁到 他會 他會退 寶寶這邊 在我的視角不是那麼優 我這一盤好像一直講他不優 但是 這裏還是開了兩個高地堡 哇這兩條比較難處理 6720滴血又到帝王 我的天 要不要睡一下 呃 我覺得正在說現在拜暫停還是有優勢 因為在後期 這個高地堡兩個 根本就是 過不去 然後一樣打戰矛 那每天現在有兩個牌 一個 主海賦套餐 飛鏢機兵加 薛煙星機兵 要嘛就是 呃 飛鏢機兵加火炮陣地戰 然後看會不會有 步兵的出現 步兵的出現應該是有點難 因為這盤有聖敵士 現在道德一樣 非常依賴這飛鏢機兵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這邊等一下可以的話來個高地堡 拜暫停應該也不錯 遺跡 還是沒有拿 這邊已經有16隻飛鏢機兵了 然後這邊又再送 再次送頭 哇 欸 拜暫停的缺點被打出來 一波一波的這樣子 打消耗 換飛鏢機兵是拜暫停的 強項沒錯 但是同時 便宜歸平但是 那一波貼上來真的是擋不住了 現在那量 哇現在那個量開始 游擊起來了 哇 緬甸 強軍士 OK 3TC 但有三個寶 著重在於偏軍士較多 這邊直接矛起來了 強弩兵上海 這一次守得住吧 但是這裏點精銳飛鏢機兵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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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4個遺跡 這邊巨頭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前線這裏怎麽扛 扛住之後怎麽推這兩個高地堡 哇這兩個高地堡真的是 很硬 現在這個強弩出來直接死 哇 現在來清一下這一波 誰能來清一下這一波 這邊再開一個高地堡 1 2 3 4 那打寶兵有個缺點 哇這邊先看一下 火砲兩台出來直接上來少一波 但是兩個高地堡 哇哇哇這不行 哇 這個沒辦法進犯這裏啊 高地堡 太猛 現在轉馬方 OK 這邊 城堡都開在高地 現在有個很大的問題了 你現在沒有辦法KO掉這個敗戰艇 他等一下一直活下去又是一個蟑螂流 等辦 不過道德這裏有四個遺跡 所以 我覺得敗戰艇如果等一下輸 他就輸在這遺跡跟修道院沒開 城堡掉太多兵 有點想是靠著敗戰艇的無賴活下去 但是 被這飛鏢忌兵懲罰一波 我目前對這飛鏢忌兵的評價是真的是 中等強度 不是很爛 也沒有很強 法拉倫這一盤弓兵 要配勝率 你配兩三隻 飛鏢忌兵不太敢貼 好啦現在 敗戰艇 搞不好還是會贏啊 我的天啊 這隻雄男情急兵轉出來 這邊無恥 已經要200p 已經200p了 再開始要打你的高地堡 高地堡如果全掉的話就 沒有飛鏢了 秋道院蠻後面的 來這邊 戰毛跟你消換 現在有個問題啦 看起來就是這一波吃得掉 但是敗戰艇會歸來這個高地 看你也推不上來 完了 我先睡了 大膽預測 又是一個一個小時的局 這邊直接一波交戰 這一波可以嗎 直接貼臉了 這一波 一波流上去直接貼 飛鏢忌兵也死了10隻 有10隻嗎 看起來好像是有 但是清掉了 這有200p 觀眾朋友們以後我頻道會不會沒有敗戰停的這個對局 請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你們覺得敗戰停的局好看嗎 我不知道啦 根據我這個轉播比賽這樣子 一年多兩年 1000多支影片這樣下來 有敗戰停的局 我蠻想睡的 而且打不出什麼屁 現在唯一隱憂 白白潤就是沒有遺跡 這是出聖敵士 那現在這高地上不來啊 打地圖控制了 遺跡把潤快拿吧 兄弟 現在這裡是132村打128村 火炮這裡兩台加巨頭 我這裡海路套餐只要一波 越過這一個 門口 直接進來掃嗎 好這裡一個高地堡 這邊哦趕快開 剛剛就要開了 我這儀器還沒拿 這盤是爸爸潤牆 呃弱 還是道特 真的飛鏢玩得不錯 歡迎大家討論 我覺得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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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 便宜戰毛歸便宜戰毛 但是不是這樣死的吧 哎呀我的天啊 海路套餐 緬甸版本的 直接一波海上來 但是這裡見證很多 哇 哦 道特也不太能玩到沒黃金啊 玩到沒黃金又是敗戰庭的局 這個正畫面87%像 每次敗戰庭後期都長這樣 啊 這裡 瑞的一波 這裡 飆一波 哦這邊 發動進攻 盪得去嗎 剛剛消耗掉一波大量的軍事 現在正面 出出戰 看樣子道特是非常清楚怎麼打敗戰庭的廢話 但是實際執行的上來嗎 好像可以 這好像不行 這要機兵 被射到 火炮巨頭 修 哇這高地堡 他不會掉啊 敗戰金 哇這個文明 就是這麼搞 這邊在搶奪這個金很漂亮 啊爸爸潤殺死要拿遺跡 拿一下吧 拿一下吧 別空拿 一下 巨頭掉 這邊兩台巨頭守住 港魯兵現在上來了 這一邊要趕上去嗎 滴滴打高地 還有兩個寶 好 我是覺得要退了 這個安慧部隊不能不能掉啊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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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該這支片上了之後 上了之前我小孩就出生了 所以最近有的天梯影片我都沒看過 我直接把它當成是線上比賽轉播 真的是沒有得挑啊 有什麼就播什麼直接吃 吃到了一局又是敗戰庭的局 哇吃不掉啊各位 沒有聊天室是不是怪怪的 等我回來好不好 但是現在吃不掉這敗戰庭啊 很想罵了 很髒話啊 這敗戰庭真的其實我覺得這一盤沒有打人齁 但是他現在沒移基 然後就垃圾兵然後加戰毛這樣子 又又上來了 我盜頭很難營子嗎 黑妖技兵精銳 一波海上去又生出來了 這高地板還是沒有掉 然後有四個寶 就這個遺跡你不拿 然後這個黃金還在爭奪 地圖沒黃金了 我這邊還有人要RAID 122村打121 我看一下經濟量 道德全贏啊 我贏很多贏很多 但是沒辦法推掉敗戰庭 哇敗戰庭很可怕真的 哎天啊 拜戰庭默默的再OP啊各位 趕快拿起來趁熱用吧 雖然有些玩家已經知道他拜戰庭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但是因為玩起來之無聊之想睡 之前我就有問過一個玩家 問我說建議練什麼 我說亞馬法蘭克 不然你試試看拜戰庭 他說不要 拜戰庭很累 我說哪裡累 操作很簡單 他說打起來很無聊 這就是在講這局 現在道德保存巨頭 但不敢上 因為道德快玩到沒黃金 吃不掉敗戰 我的天 哇 現在道德一直在刷希望力行奇兵啊 黃金留著啊 現在 在我認為需要去瑞的後面 把拜戰庭的經濟殺了一些之後 看他會不會回防 然後等他中央沒有兵的時候再一起 不然就是 爸爸論離開了這個地帶 去哪裡 的時候你半路攔截 直接一波殺掉他 讓他兵沒辦法馬上升出來 同時直接禁止 跟剛剛的打法是一樣 啊就拜戰庭就是這樣 差不多是這樣啊 你現在轉出重裝長槍兵 那你不一定能升 不一定能升 那你這個人也不一定能走 你一走 這高地堡可能會掉 可是道德 你如果去瑞的後面 你什麼時候 有兵來殺這個人 不知道 還是你要越過這個也是可以啊 那你就直接殺後面 但是這邊有防守了 我現在頭很痛 現在已經是一個 直接了 嘿嘿 雙方戰兵不動 但是爸爸論先出擊 我是覺得你不要 你退來這裡 白戰庭現在也退不出去 因為他也是沒黃金的 沒遺跡沒黃金 哦哦這一個高地堡 這裡瑞的一波 緬甸最後的這個三公三房 希望他經濟兵又決定戰局嗎 這邊槍兵出來 但是沒有幾兵 地圖控制屌書 我跟你講爸爸 這盤玩的真的是不是那麼優 他有更多黃金地圖控制更好 這盤道德輸 那大家覺得廢掉金怎麼樣呢 不知道 但是再上來吃一坡 這邊沒有在城堡底下 直接吃一坡 第一階爸爸論 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先不要這麼喊 這麼快喊 哇死去 死去 爸爸論輸了 他只能守不能攻 戴戰亭玩到只能守不能攻 哇這一隊還都活著 然後你再帶一隻身體慢慢吹吧 慢慢吹這個血吧 好來上來上來上來 再一次晉級巨頭上去4台 這邊補兵夠快嗎 呃到底是可不 又要修寶了 又要修了 但是這邊被殺到好多人啊 哇 爸爸論這一盤 後期完全不行 前期中期 那毛兵出太多 一波海 海陸套攤緬甸 緬甸人最終夢想 飛鏢寄兵家 水腰掉了 哇 嘰嘰 恭喜 道特 哇剛好兩百隻 道特這一盤 綿甸吃下來 道特首數到61喔 啊操 欸這一盤 大家覺得怎麼樣 這一盤有點想要評價為 飛鏢寄兵OK 優點缺點我們都有看到 但是把法論打不是那麼優位 是不是還要再觀察一下這個飛鏢寄兵呢 但是飛鏢寄兵的出場 跟哥德衛隊一樣 只要有緬甸 只要有哥德 我一定先給讚 我一定先幫這些人們文明加油 我覺得 總結還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對局 打了一個小時 那敗戰庭的局 也很常是這樣啦 那我覺得 不然甚至 在沒有黃金桿之前 他都有機會 獲勝 只是 在城堡跟封劍真的是打的 有點太差 沒有 有點太低估飛鏢寄兵 飛鏢寄兵不是最強 但他沒有爛到說 他量一起來你還是可以屌吃他的 沒有 他還是可以像以前一樣 貼上去直接 把你丟死 我覺得他的能力還是在的 我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這集的轉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